第801章 风母纹 周园眼神炽热地凝视着 那一道散发着极其古老气息的风灵纹母体 许久后方才渐渐冷静下来 然后他神魂对着斑驳神魔 发出一道请求的波动 毕竟风灵纹母体存在于神魔之上 如果没有神魔的允许 他的神魂只要敢靠近 恐怕就会被碾碎 接受到周园的请求 神魔并没有拒绝 只要不触及原则的问题 他一般都不会拒绝周园的请求 因为这是当年苍渊创造他时 所留下的一道命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凡是修炼了混沌神魔观想法的人 都有可能操控于他 只不过现在的周园太弱小 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步而已 当神魔允许后 周园顿时欣喜地盘坐下来 然后神魂之力散发而出 渐渐地接近斑驳神魔 而随着神魂之力的接近 周园方才能够感觉到 神魔所带来的恐怖压迫 即便神魔特意收敛了威压 但那种压迫 依旧令得周园的神魂之力 都是在剧烈地波荡 仿佛将要溃散 不过好在周园 强行抵御住那种压迫 神魂之力接近了封灵文母体 他以神魂之力 盘旋在封灵文母体外 感悟着那种玄妙的气息波动 这种波动 与封灵文的元 很稍微地有些相似 但却要显得更为的好汉 周园的神魂之力 盘踞于封灵文母体上面 不断地熟悉着 他的气息与运转痕迹 如此将近半炙香时间后 他终于是将神魂之力撤了回来 周园面露成丝织色 伸出手指 在面前虚空滑动 无数圆痕涌出 渐渐地形成了一道 复杂晦色的原文 正是他花费数日时间 推演出来的原文构架 只不过因为缺少核心之物 这道原文毫无波动 死气沉沉 周园神魂波荡起来 神魂之力在面前迅速地凝聚 他在开始 灵魔封灵文母体的气息 刚开始的时候 灵魔不断地再失败 不过随着失败次数越来越多 周园的灵魔 则是变得越来越熟练 毕竟本体就在他的眼前 他可以随时更改 灵魔中错误的地方 如此不知道 经历了多少次的失败后 某一刻 一道以神魂灵魔而出的细微气息 终于是出现在了周园的面前 当面前那一缕气息出现的时候 周园分明是见到 斑驳神魔上面的 风灵文母体 绽放出了一丝微光 成了 周园大喜 但心中却是保持着冷静与专注 然后他心念一动 刮向了那一道圆文外壳 最后直接来到最为核心的位置 盘踞下来 然后流动 当其流动起来的瞬间 这一道死气沉沉的圆文 顿时间爆发出光芒 犹如复活了一般 周园运转神魂 将圆文缓缓地压缩 最后形成了巴掌大小 他迅速地取出一枚空白的玉剪 将这一枚巴掌大小的圆文 铭刻在旗上 这一刻 他所制造的新型圆文 终于是成型了 终于成功了吗 周园的眼中涌出一抹激动 旋即他神魂卷起玉剪 穿破封层 迅速地落回了本体 尝试一下效果 周园在乾坤囊里面翻了半天 终于脸色发黑地 在角落里面 找出了一枚可怜巴巴的龟原宝壁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遗落的落网之鱼 已经这么穷了吗 周园嘟囔一声 将其取出 然后迅速地寄燃 随着这最后一枚龟原宝壁被寄燃 很快天空上有着一股青色的风卷 呼啸而下 周园迅速地将那一枚玉剪拍碎 只见得光芒涌动 一道原文出现在了其胸膛处 那原文不像补横文那般的网状 反而类似一个小小的漩涡 天灵刚风笼罩而来 刚风如刀刃般地划过身躯 周园凝神感应 一缕缕的刚风划过身躯 周园甚至能够感应到 刚风内蕴含的一些圆痕 而就当他们与肉身接触的时候 胸膛处的原文漩涡乎的移动 似乎是有某种波动传出 下一瞬间 周园便是清晰地感觉到 似乎那些略过身躯的 刚风微微地治了一瞬 紧接着他便是睁大眼睛地见到 一道道如细微光点般的圆痕 竟是从刚风中脱离而出 如飞鸟投灵一般 直接自动地投入到了 那原文漩涡之中 半晌后 当天灵刚风尽数散去时 周园的眼睛还瞪着 这种效率 比平常高了将近五成 周园有些震撼 要知道 补横纹提升的效率 也就约莫两成左右 而他这道原文 竟能有五成的效果 如果说每次天灵刚风中 蕴含的原痕有十成的话 那么每次肉身 不依靠外物而吸收的 基本只有四成 凭借着补横纹 这个数字能够达到六成 可眼下 他这道原文 却是能够将效率提升到九成 不要小瞧这更高的三成 如果常年累积起来的话 绝对是不小的规模了 这效果 简直让周园心惊 这就是被动和主动 所带来的差距吗 周园忍不住地扎舌 他之前就猜到 以风灵纹母体的气息 作为原文核心 可能会对风灵纹原痕 产生不小的作用 但眼下来看 他依旧是低估了母体气息 对风灵纹原痕的吸引力 五成的效果太高了 这应该是我 灵摹风灵纹母体 太完美的缘故 之后 如果要大量地制造这种原文 那就没必要做得这么完美 不然太浪费精力与时间 周园目光闪烁 补横纹的效果是两成 他觉得 将他这道原文的效果 压制到四成来售卖就不错了 至于五成效果的 可以用来给一些 值得信任的人专用 比如夜冰灵 依秋水 柳之玄他们 不过 总算是成功了 周园脸庞上 露出如是重负的神色 然后他再度盘坐 神魂破体而出 穿过风层 来到神魔所在 他需要大量地制作一些 以备明日 于是 接下来的大半夜的时间 周园都是渐步停歇地 在领摸着风铃纹母体的气息 然后将一枚枚 新型原文玉碱制造出来 待得他感觉到 第二日清晨来临时 他的面前 已是漂浮着 两百多枚玉碱 周园神魂伸出手掌 握住一枚玉碱 他望着上面 鸣刻的原文 嘴角浮现出 一抹满意的笑容 还没给他起个名字呢 就叫 风母文吧 第802章 震撼 风倒 夜冰灵所住的小楼中 夜冰灵坐于上方位置 原本冷艳的脸颊 显露着他此时心情极差 而在一旁 除了依丘水 柳枝悬外 还有着石树道身影 也是神色低沉 这些人算是夜冰灵的 核心支持者 而且在风格中 也是身居不低的位置 夜冰灵纤细御指揉了柔眉心 眉目扫过屋内 忽然问道 离间呢 听得此话 在场的一些 人面色微变了一下 片刻后 方才有人压抑着 怒意地回答道 那个混蛋 似乎是去陈北风那边了 夜冰灵闻言 御守也是 忍不住地紧握起来 眸子中有着寒气凝聚 但最终 他只是重重地一拍桌子 没有说话 但任谁都看得出来 此时的夜冰灵 心中怒火急盛 因为这离间身居 统领之位 算是周元 来到风岛之前 夜冰灵仅有的 两位统领支持者 如果是其他的人 因为补衡文 而选择投靠陈北风 其实他并不怎么愤怒 毕竟别人并没有在他这里 得到什么实质的好处 支持他 只是因为他的一些 个人魅力 但这离间不同 如果不是夜冰灵 他根本不可能 登上统领之位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 这位受了他 极大恩惠的人 如今会因为补衡文 而选择背叛他 要知道 就连最新加入 他们的萧红 礼法 陆明月三位统领 都一直未曾显露过 摇摆心态 这个白眼狼 有人恨恨地出声 一秋水轻声道 这位离间统领 恐怕是早就有这个心了 补衡文只是一个影子而已 其他人闻言更是愤怒 就连夜冰灵营牙都是忍不住的 咬得歌之作响 但最终 夜冰灵还是只能颓然一探 如今这个局面 他根本就无能为力 补衡文的杀伤力 对于寻常成员来说 简直太大了 眼下恐怕就只能等到阁主之争 如果他能够取胜 夺得阁主之位 那么就能够直接下令 禁止陈北风这种行为 但 想要打败陈北风 夺得阁主之位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 周园呢 夜冰灵问道 一秋水苦笑一声 道 没什么动静 听得此话 一些夜冰灵的铁杆支持者 就忍不住的 有些不满的道 这位周园复阁主 也太不靠谱了 明明此事 是他招惹那王城搞出来的 如今初了事就躲起来 一秋水文言 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因为此事总体说来 周园的确占了不小的责任 对方会有些怨言 也是理所应当 到时夜冰灵摆了摆手 道 这种没意义的话 就不用再说了 周园并非是躲了起来 他只是在尝试 能否破解补横文 然后将其复刻 其他人面面相去 最终苦笑着摇摇头 如果补横文 这么容易复刻出来 火阁哪有今日的声势 他们又哪里会被搞得 如此的狼狈 这位周园复阁主 也真的是太想当然了 夜冰灵心中 也是叹了一口气 对于周园那边 其实他也没有 抱太大的期望 只不过这么多天 没有消息 难免也是会 让人失落一下 算了 最近就任由那 陈北风折腾吧 暂且忍忍 等待阁主之争来到 再一决胜负 夜冰灵强打起精神 道 众人沉默着点点头 眼下也只能如此了 嘎 不过就在此时 客厅的房门忽然被推开 一道身影走了进来 笑道 我这人可不喜欢人 有仇就得当场报 众人目光看去 来人不正是 闭关数日不见踪影的周园吗 夜冰灵白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道 你不忍还能干吗 去把补横文抢过来吗 周园在夜冰灵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伸了一个懒腰 眼中有着一丝疲倦 这数日的高强度推演 显然是将他累得够呛 他随手将一旁的茶杯端起 狠狠地扭饮了一口 喝得干干净净 不过 当他将茶杯放下时 却是在那杯口处 闻到了淡淡的幽香之气 他愣了愣 抬头一看 却是发现 夜冰灵美目带着寒气地 将他给盯着 放在桌面上的御守处 也是有着寒霜 开始弥漫出来 显然 这茶杯是夜冰灵先前喝过的 周园 你不声不响地 躲了好几天清静 倒是悠闲得很慢 夜冰灵咬着银牙 有点手痒 想要将这家伙收拾一顿 周园善善地一笑 道 别这么大的火气 他轻咳一声 道 而且 我去抢他那补衡文做什么 现在他们送我 我都看不上 夜冰灵一正 轻吃道 少说大话 其他人包括伊丘水与柳之旋 也是有些无语地瞧着周园 显然觉得他说话不着调 周园瞧得那满屋的怀疑 与无奈的目光 笑了笑 然后取出一枚预检放在桌上 诞生道 这是我所创的封母文 同样能够提高吸收原痕的效率 提升的效果 比火哥的补衡文要高一些 他们俩称 我这封母文 应该能达到四成吧 啪 他声音一落 客厅内顿时响起一连片茶杯 被捏碎的声音 众人皆是目瞪口呆地望着周园 就连夜冰灵都是谈口微张 冷艳脸颊上的神情有些凝固 封母文 四成 树袭后 一道道难以置信的惊呼声响彻起来 所有人眼神都是震惊无比 你 你瞎说什么呢 叶冰灵也被震得不轻 他望着桌上那枚玉检 实在是有点不敢相信周园所说属实 周园能够在这数日的时间 创出一枚能够吸收原痕的原文 就已经显得很不可思议了 而现在周园还说 他创造出来的这道原文 效果竟然比火哥的补衡文高了一倍 如果不是对周园还算有些信任的话 叶冰灵真的要以为周园是在故意戏耍他了 周园 这数日的闭关 你还真创出了能够吸收原痕的原文 一求谁也是忍不住地问道 他还真担心周园为了安抚他们 故意瞎说 可那样只会弄巧成拙 瞧得 他们那些怀疑的目光 周园也有些无奈 他也懒得再多说 屈指一谈 一道道预解原文飞向在场的众人 懒洋洋地挥了挥手 道 自己去风雨试试吧 也要不了多久的时间 叶冰灵一把抓住桌上的预解原文 咬着银牙地盯着周园 警告道 如果我发现你忽悠我 周园 你就死定了 他匆匆起身而去 显然是打算自己去亲自尝试一下 不然 他真的不可能相信周园的话 而一秋水 柳之旋以及其他人 也是抓起预解冲了出去 于是刹那间房间内 便是空空荡荡 周园见状也是有点郁闷 竟然真的没一个人信他 连一秋水都跑这么快 他摇了摇头 只得取过茶壶 自真自已 而当他将一壶茶尽数喝光的时候 外面再度传来了元气破空的声音 再然后 房门被猛地推开 叶冰灵带着一众人急急地闯了进来 他们的脸庞上 此时涌动着难以置信的狂喜之色 他们的目光凝聚在客厅内周园的身影上 这一刻 就连骄傲的叶冰灵 都是美目中一彩连连 效果如何 比补横文应该要好一些吧 周园放下茶杯 略微有点不太确定地问道 毕竟之前也就他自己尝试过 所有人都是眼神狂热地看着他 然后疯狂地点头 那萧红更是忍不住激动地道 那补横文跟袁哥你的封母文比起来 就是垃圾 有了这封母文 他们往后的修炼效率 无疑将会大大的提升 周园青笑道 这些只是用来售卖的封母文 效果只有四成 往后我会制作一些专供你们用的封母文 那效果还能再提升一成 他知道 直到现在 还能够留在这里的人都算是铁杆 所以他当然不介意给他们一些甜头 而周园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是吸了一口冷气 那看向周园的眼神 已经狂热地近乎崇拜了 提升五成的效果 这是什么原文 简直是将补横文甩 到连影子都看不见 叶冰玲走到周园的身旁坐下来 此时他的眼神还有点恍惚 但他最终还是看向周园 背驰咬着红唇 道 周园 你太厉害了 即便是骄傲如叶冰玲 此时也不得不服气 周园一笑 旋即他将手中的茶杯 重重地往桌面上一放 眼神也是冷冽下来 各位 把消息放出去吧 他们高兴这么久 也该到哭的时候了 第803章 反击 封倒 一座小楼前 人流不断地来往 排成了长队 热闹非凡 陈北风站在二楼处 笑盈盈地望着这一幕 心中也是忍不住地赞叹 补横文的诱惑之强 如今这风格中 恐怕十之八九的人 都是汇聚于此 离间 你倒是识时误 陈北风偏过头 看着身后的一名男子 淡笑道 那名男子面色略显苍白 鼻翼略深 显得整个脸庞有些深沉 他听到陈北风的话 身躯微弯 露出谦卑的笑容 道 良情则目而期 未来整个风格 都是属于风格格主的 而我也只是提前来报道而已 言下之意已是认定 陈北风必然是风格未来的格主 陈北风大笑起来 手指指着离间 道 你倒是会说话 离间道 叶冰林副格主 不会是您的对手 他斗不过你的 我平日里也劝过他 可他太倔强了 陈北风微笑道 不急 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他目光 转向下方那长长的人流 颇有些傲然的道 如今风格人心静在我手 不论他们怎么玩 都玩不过我的 离间也是点头认同 只要陈北风手握补横文 那么他就不可能落入下风 因为他太清楚补横文的诱惑力了 这也是为何 他此次会决定 抛弃叶冰林 投向陈北风的主要原因 其实归根究底 还是那个新来的副格主 从中捣鬼 不然叶冰林副格主 不至于和您闹成这样 离间出声说道 眼神深处略过一丝极恨 自从那周元来到风格后 叶冰林就极其地信任他 这里的离间颇为不舒服 之前周元得罪陈北风与王臣的时候 他就劝过叶冰林 不要掺和其中 可叶冰林就不听 反而要力保周元 叶冰林这种鲁莽的行为 同样也是离间 此次背叛的缘由之一 当然 其中蕴含了多少男人之间的极度 外人便不可而知了 提起周元 陈北风眼神也是微冷了一些 淡淡地道 放心吧 一个蚂蚱而已 蹦跌不了多久了 感觉到陈北风言语间的森冷 离间嘴角也是掀起一抹糊度 他很乐意见到 那个新来的副格主倒霉 而就在两人说话间 忽然下方那长长的队伍中 出现了一些骚动与混乱 紧接着 便是有着 一些人面带迟疑的 陈北风见到这一幕 眉头微皱 伸手将金藤招来 道 怎么回事 还不带金藤说话 那下方已是有着一些 惊讶的声音响起 听说周元副格主 自创了一道原文 同样能够对封灵文 原恒产生效果 而且 其效果能够增幅四成 四成 怎么可能 那岂不是补衡文的两倍 瞎扯吧 这么多年 都没有人能复刻补衡文 更别说效果远超 补衡文的原文了 不知道 价格据说跟补衡文一样 现在周元和叶冰林 两位副格主 已经带人在风湖处售卖了 据说数量不多 这是完真的 走走 先去看看再说 伴随着越来越 窃窃思语声传开 越来越多 在此排队购买 补衡文的风格成员 都是成群结队的离去 很快的 此地的人气 便是降低了大半 二楼上 陈北风面色阴晴不定地 望着那些人离去的方向 玄机讥讽道 那周元在搞什么东西 以为家人骗过去 就能够化解此次的麻烦吗 对于先前那些人所说的话 他是一个字都不信 还自创一道原文 效果比补衡文高了一倍 这种话 是用来骗小孩的吗 补衡文 是火格这些年 壮大的最主要原因 火格凭借着补衡文 可谓是赚进了 其他三格的归缘宝币 其他三格 为之眼红了多少年 这些年中 难道就没人想要 摆脱衡衡文的制衡 可最终 有人成功了吗 一个都没有 然而现在 一个刚刚来到风格 不过一个月时间的新副格主 却是说 他自创了一道 效果比补衡文 好了一倍的原文 你他娘的骗鬼呢 下面的这些人 都是蠢货吗 竟然连这种话都显 不过 随着下面 越来越多的人离去 陈北风的心中 有着一股邪火升起 一脚便是将面前的 木兰踢得粉碎 或许连他自己 都没察觉到 内心最深处那一丝 令得他有些 不敢相信的心计 副格主 要不要去看看 那周元在玩什么画招 金腾眼神有些惊疑 低声道 黎坚也是点点头 信誓旦旦的道 那周元必然在使诈 绝对不可能 如同下面所说 他创出了效果 比补衡文更好的原文 陈北风眼神阴冷 玄机他一挥手 道 去看看 若是这小子 散布假消息的话 那我今日 可得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声音一落 他的身影 已是冲天而起 在其身后 金腾 黎坚等人急忙跟上 风岛中央 巨大的湖泊如镜面一般 湖泊周围 则是连绵的训练场 而此时 在镜湖的一座广场上 人气格外的鼎沸 而且在远处 还不时地有着光影 破空而来 来到此处的所有人 都是汇聚向广场中央处 此时的那里 搭建了一座小棚 周元 叶冰林等人立于小棚后 面前的石台上 摆放着一枚枚玉检原文 正是风母文 小棚周围 围着黑压压的人 不过他们都是 眼神静怡地望着那些 玉检原文 却暂时还没有人上前 诸位 我这所创的原文 名为风母文 先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在风域之内 它能够对于风铃文原痕 提升四成的吸收效果 其价格与捕横文相同 周围目视四方 朗声传荡开来 周围传出阵阵的骚动 所有人都是感到震惊 但震惊之余 更多的还是怀疑 毕竟四成的提升效果 实在是太惊人了 足足是捕横文的一辈 哼 胡说八道 一道冷哼声突然地响起 树道光影从天而降 领头的正是陈北风 陈北风眼神冰冷地 注视着周园 叶冰灵 道 捕横文这些年来 是四格中的独一份 不知道周园副阁主 花了多久的时间 创出的这封母文啊 周园淡笑道 差不多有四五天吧 陈北风仰天大笑 道 四五天创出一道 远超捕横文的原文 我看你怕是失了痣 其他人也是面面相去 眼中质疑之色更重 他们算是老人了 当然知道 这些年有多少精通原文的天骄 曾经试图破解捕横文 然而最终 他们都失败了 捕横文一直屹立至今 成为了火格壮大的根本 可现在周园说 他这四五天 就创出比捕横文更强的原文 可信度的确极低 诸位 想必是周园副阁主这些天 心急如焚 走投无路之下 只能来这么一手 不过大家放心 如果真有人被他所欺骗 尽管说出来 我陈北风今日第一个 就不会放过他 陈北风大意凛然地喝道 周围顿时有人传出喝彩之色 倒是将陈北风 衬托得身影伪烂 周园有些意外地 望着陈北风的表演 也懒得多说废话 只是懒洋洋地道 先前已有一些人 拿着免费的封母文去了封域 想必很快就能回来了 他同样很知道 几天时间创出封母文 有多么地不可思议 他也不怪其他人不敢相信他 所以眼下 多说无意 直接用事实说话吧 陈北风眉头一皱 周园这种态度 让得他内心深处 浮现出一抹不安 不过他还是一咬牙 目光转向没有说话的叶冰凌 道 叶副阁主 你也算是封阁的老人了 也要跟着这小子胡闹吗 然而叶冰凌根本就没理会他 只是布满着寒霜的眼神 冷冷地盯着他身旁的离间 离间瞧得叶冰凌的目光 面色也是有些不自然 旋即他看了一眼周园 道 叶副阁主 这位周园副阁主神志不清 你还是莫要跟着他乱来 免得被牵连 叶冰凌文言 却只是厌恶地瞥了他一眼 他的目光 如刀一般地寡过离间的心 他目光低垂 眼中却是有着愤恨之色射出 哼 愚蠢的女人 待会你们的谎言被拆穿 看你们还有什么颜面竞争阁主之位 秀 秀 而在此时 天空间忽然有着急促的破风声响起 然后众人便是见到 石树到身影 从天而降 这些人面色丈红 眼神仿佛都是有些恍惚 疯狂地在喘着气 似乎是受到了某种强烈的冲击 他们正是之前 拿了免费封武文去测试的人 其他人见到他们这幅神情 眉头顿时紧皱起来 莫非是真的被周园 叶冰凌给耍了 陈北风则是心中大喜 眼神温和地看向他们 沉声道 你们可是被他们戏耍了 放心 不必忌惮他们的身份 今日有我在这里 他们不敢做什么 然而 那些人皆是没有理会陈北风 他们将一口气喘了下去 最终面色战红地嘶吼道 封武文无敌 似成效果 半点不假 补衡文根本就比不过 我他娘今天强都不服 就服你周园副阁主 当他们那近乎失态的嘶吼声 此起彼伏响彻起来的时候 这片广场上的无数喧哗声 也是在此时陡然凝固 而陈北风脸庞上的笑容 也是在此时一点点地僵硬下来 他的心 在这一刻不断地开始下沉 令得他 遍体声寒 如畜深渊 第804章 封武文的影响 沉默在这湖畔的广场中持续着 但所有人的内心 却是在卷动着滔天巨浪 那种震动 令得他们不知道 此时该表现出什么样的神情来 这位周园副阁主 难道真的 创出了一道 远比补衡文更强的原文 看着那十数位测试归来 眼神狂热的 近乎要将周园融化的人 所有封阁成员的心脏 都是在此时狂跳起来 如果 如果这是真的话 那么恐怕整个四格 都将会因此掀起惊涛骇浪 浑身冰寒的陈北风 也是在此时渐渐地清醒过来 他嘴巴干涩 最后发出刺耳的干笑声 声音嘶哑地道 这些人是你请来演戏的吗 他游子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 然而这一次 却是无人在附和 因为很多人都知晓 这十几人里面 不少人都是风格中的中立派 以他们的性格 恐怕不会故意来欺骗 毕竟 太容易被拆穿了 周园同样没有搭理他 只是看向四周 淡淡地道 因为时间有限 这次只制作了两百刀 所以如果要购买的话 每人限购两枚 因数量有限 此次的售卖 只面向于我们的一些支持者 或者中立成员 而至于陈北风副格主那边的人 就以后再说吧 另外 以后带的产量大了 对于我们的一些老朋友 价格还能有所优惠 周园的声音落下 那陈北风的面色 便是变得极其难看起来 周园这是明目张胆的 在针对他们 周围一些陈北风的支持者 也是面色变换 他们之前还在嘲笑 周园他们此次的狼狈 结果没想到转眼间 他们也落得了一般的下场 开始吧 周园拍了拍手 哄 下一刻 周围的喧哗陡然爆发 黑压压的人流 顿时眼神狂热地扑了上来 望着那有些疯狂的人潮 周园与叶冰林退后两步 依秋水则是带人迅速地迎了上去 将秩序稳住 他的目光透过人群 看着不远处的陈北风 此时的后者 面色阴沉地可怕 一对目光 也是如刀一般地将他锁定 但周园却是怡然不惧 回以淡淡地笑容 一切 都是你们自找的 两百刀的封母文 几乎是在数分钟的时间中 被一抢而光 更多没有抢到的人 皆是满脸的失望 不过在周园承诺明日 会有更多的封母文时 沸腾的人群 方才渐渐地散去 依秋水撬脸上满是激动 这短短几分钟时间 一百玫瑰圆宝壁便是入手 周园倒是很淡定 因为他知道 这只是开胃小菜而已 随着封母文被传开 他必然能够将补横文 在封阁彻底地打败 以后 恐怕补横文在封阁 是迈不动的了 而且 有了制作封母文的经验 以后他甚至还可以 制作活母文 林母文 山母文 到了那个时候 整个四格 都将会没有补横文的市场 当然 范瑶一口口地吃 周园此时并不打算一口气 将另外三种原文暴露出来 最起码 也要等到他成为封阁的阁主之后 这些才能够开始实施 随着人群散去 陈北风却是带着人走了上来 他眼神阴沉地盯着周园 缓缓地道 周园 你的确是个天才 能够在短短数日的时间中 折腾出封母文 显然周园在原文上面的造诣 让人惊叹 不过 搞出封母文 恐怕反而会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 希望到时候 你可别后悔 陈北风牙缝中 蹦出森冷的声音 然后便是转身去 只不过 那般离去的身影 怎么看都是透着一丝狼狈 周园眼神平静地望着他们离去的方向 他自然知晓 陈北风所说的麻烦 那应该是来自火格 毕竟封母文的出现 将会抢夺补衡文的市场 不过 希望那火格 不要做什么愚蠢的举动吧 不然真要惹毛了他 把其他三道母文搞出来 到时候 补衡文就真的是要退出四格了 当封母文竞数售卖出去后的半日时间中 越来越多人将其效果公布出来 这直接施令的整个风格 都是为之震动 所有人都是激动地面色通红地 在议论同一个话题 风母文 这四成的提升效果 无疑是将所有人都震撼得有些失语 如果不是越来越多人亲自体验证实 恐怕依旧还是有人不敢相信 四成效果是什么概念 这几乎是能够让人提前将近一半的时间 将风灵文凝炼出来 而在四格中 时间最为的重要 因为三年时间的限制 足以让任何人在四格中争分夺秒 而多了一半的修炼时间 这能够带来多大的好处 很多没有购买到风母文的人 看的那些体验过风母文玄妙的人 兴奋地手舞足蹈 眼中也满是羡慕极度 同时心中打定主意 明日一定要将风母文买到手 不然若是长期以往下去 必然会被人给甩到身后 越来越大的沸腾在风格内传荡 最后更是直接传出了风格 在其他的三格中 也是引起了巨大的震撼 特别是火格中 诸多火格成员神色惊仪 面面相去使感到一些惊具 如果那风母文 真的有传闻中那么厉害的话 那往后在风格内 恐怕他们的补痕文 将会无人问惊 这对于火格而言将会是不小的冲击 毕竟火格的待遇会远超其他三格 凭借的便是补痕文这独门绝技 然而现在 新出现的风母文 已是在风域内 青出于蓝 接下来的数日时间中 周圆因为熟练度的增加 美日所制作的风母文数量 已经达到了日均进迁的产量 然而即便如此 依旧是美当出现 就被一巧而空 火爆程度简直惊人 而当风母文畅销于风格内时 补痕文的销量却是一落千丈 到的后来 很多人宁愿等待第二天的风母文 都不愿再来购买补痕文 这些信息传到火格时 无疑是立即引发了火格高层的震动 火岛 整座岛屿都是弥漫着赤红之色 岛中遍布着岩石 散发着灼热的温度 令得岛屿内的空气 都是带着滚烫的气息 而此时 在岛内的一座楼阁内 火阁内的所有统领 以及副阁主 全部齐聚于此 王臣也是在列 只不过以他的身份 在此时的这里 也只是居于第六的位置 而大厅内气氛有些压抑 所有的目光 都是看向最上手处 那里有着两道 身影端坐 居幼者 是一位一身白袍的青年 双目微赤 眉心间有着一朵火帘纹路 略显其异 他周身没有丝毫元气的波动 但那隐隐间散发出来的威压 却是令得在场 所有人看向他时 都眼带敬畏 因为他正是火格的阁主 吕霄 同时 他也是如今天约遇年轻一辈中 在混元天神府榜上 排名最高者 位居第九 可谓是天人欲年轻一辈 神府镜中的招牌 吕霄手中 有着一柄赤红的扇子 轻轻地敲打着手掌 他微微偏头 看向他身旁的位置 那里 还有着一名身穿赤袍的男子 男子周身散发出来的 元气波动并不强 但他的眉心处 却是神光凝聚 显露着强大的神魂修为 朱炼 火格二号人物 补横文的创造者 怎么样 安静的大厅中 吕霄忽然淡淡开口 朱炼微闭的双目 缓缓地睁开 一枚玉剪 被他轻轻地放在桌上 玉剪空白 他面色有些不太好看 但最终缓缓地摇了摇头 道 这封母文内有自毁设置 极其的敏锐 我稍一探测 便是直接抹出了所有的痕迹 不过从其中的原痕手法来看 这人原文造诣相当不低 这封母文 我无法复刻 言语间 有些恼怒与不甘 人几乎无法喘气 第805章 吕霄 大厅内的气氛凝滞 压抑 那王臣沉默了半赏 忍不住地道 朱炼师兄 您可是我们天灵宗 年轻一辈中 最为精通原文之人 怎会无法复刻 那小子胡乱折腾出来的原文 朱炼缓缓道 从这封母文内的原痕构造来看 那小子可不是在胡乱折腾 而且 不论是补衡文 还是封母文 其实原文品级并不算高 只是盛在特殊 我当初能够创出补衡文 那也是有些运气成分 如果不是我偶然间 得到了白灵珠的蛛丝 并且将其分解 融入补衡文 补衡文其实也难以产生效果 那右手位置的吕霄 轻声道 它那核心之物是什么 难道也是白灵珠蛛丝 猪脸摇摇头 道 那肯定不是 不过此物对原痕的效果 远比白灵珠蛛丝更强 这也是为何它的封母文效果 比补衡文更强的主要原因 如果我们能够 知晓他所利用的核心之物 那么要复刻这封母文倒是不难 吕霄淡淡地道 封母文的出现 几乎断绝了 补衡文在封阁的售卖 长期以往 我火葛损失将会极其地严重 他那微弛的目光看了王晨一眼 道 据说是你将补衡文在封阁的售卖权 转给了陈北风 这才逼得那周元创出了封母文 王晨被吕霄的眼神 看得一个机灵 连忙道 吕霄师兄 我这也是收到古喜师叔的消息 说这周元得罪了我们天灵宗 想让我找机会给他一个教训 是得罪了你们赤火府吧 吕霄皱眉道 天灵宗九府 而吕霄却并非是赤火府 不过他也没有在这上面多说 不管如何 九府皆是天灵宗 于是他摆了摆手 道 此事终归是你先惹出的麻烦 令我火葛损失不小 不得不罚 所以 就罚你两月的薪酬吧 王晨不敢反对 只能苦着脸点点头 玄机他一咬牙 道 这封母闻怎么办 如果真的任由那小子继续收卖下去 我之前说 让你们将那周元请来一叙 吕霄眼皮微锤 道 王晨道 我已经派人传了消息过去 但都被那小子拒了 说他如今要抓紧时间 炼制封母闻 没有时间 大厅其他人闻言 皆是面有不悦 他们火葛这些年 在四格中如日中天 吸收了各方的年轻天骄 隐隐有着四格之手的迹象 而那周元 不过是最为没落的封阁副阁主 却敢在他们火葛面前拿大 如果不是这小子 此次折腾出了封母闻 凭他一个副阁主 恐怕还没资格让他们火葛高层 尽数齐聚于此的来讨论于他 吕霄神色无波 令人看不出其心中的喜怒 他手中赤扇轻轻地敲打着掌心 片刻后 诞生道 既然那位周元副阁主请不来 那我就去封域亲自见见吧 此言一出 那王晨率先不满地道 吕霄师兄 您是什么身份 怎能屈尊去见那小子 要不你再给我几天时间 我定让那小子主动来见 吕霄笑了笑 道 虽然一个封阁副阁主没这资格 但封母闻却有 他站起身来 身姿挺拔 气态不凡 那威痴的眼眸深处 却是弥漫着一种 居高临下的弹幕 这封母闻 可是令得我火葛每天都在损失着桂园宝币 我先去和那位周元副阁主谈谈吧 若是他能给我一个面子 大家和其生财 那自然就是最好不过了 当他的笑声落下的时候 他的身影却是渐渐地虚幻 最后直接凭空消失在了大厅之中 风玉 一座光秃秃的山峰上周元盘坐 他的神魂却已是破体而出 在那封层之后 炼制着封母闻 这数日下来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炼制封母闻 毕竟眼下是封母闻最为紧俏的时候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应该也就不用再这么盲目了 这次的炼制 耗去了周元足足小半日的时间 他的神魂破空而下 落回肉身 随着神魂而落的 还有着大量的封母闻 观其数量 怕也是有着尽千之数 周元秀袍一挥 便是将封母闻尽数地收起 随着他越来越熟练 封母闻的炼制 也是越来越快了 如今每日归缘宝币的入账 便是不下五百归缘宝币 简直就是暴力 周元忍不住地感叹 这数日下来 他身上的归缘宝币存量 已经将近两千之数 这还是在分了不少给叶冰灵 依丘水 柳枝玄等人的前提下 而在创出了封母闻后 周元显然已经不需要 再为归缘宝币而头疼 如今他每次修炼 既然的归缘宝币 都直接是一把一把的烧 当然那修炼效果也是杠杠的 即便这些天周元 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用在炼制封母闻上面 但他手背上的封灵纹 已是在悄然不察间 达到了六成的完整度 按照这种进度 他还真是极有可能 在阁主之争来临前 将封灵纹凝炼完整 而两个月的时间 完整一道封灵纹 这种速度若是放出去 恐怕整个四格都会被震撼 周元显满意足地笑了笑 然后就打算起身 不过就在此时 他眼神呼得一宁 望着不远处的方向 只见得那里的虚空微微波荡 一道白袍身影 便是渐渐地浮现出来 周元 那道白袍身影望着周元 笑道 周元目光扫过 眼中也是有着 一抹惊讶掠过 道 若是我没认错的话 阁下便是火阁的吕霄阁主 虽然他并没有见过吕霄 但早已听叶冰凌说过他的特征 白袍 眉心有火连纹 当然 更重要的是 从眼前的吕霄身上 周元能够感觉到 一股极其危险的气息 那种危险程度 令得他浑身的皮肤 都是在发出微微的刺痛感 吕霄一步跨出 身影直接出现在了周元面前 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下周元 微笑道 没想到 风格又出如此人物 周元淡笑一声 道 吕霄阁主来此 应是有事吧 对方显然来这里 不是为了跟他搞这些客套的 吕霄文言 也是笑了笑 然后道 周元副阁主搞出来的风母文 可是令我火哥 损失惨重了 当他这句话在说出来的时候 周围的天地元气 仿佛都是渐渐地变得炽热 一股 让人喘不过气的压迫感 似有肆无地弥漫开来 周元体内的天娇气 也是在此时运转起来 体内有蛟龙长啸传出 同时 眉心有神魂之光闪烁 将那种压迫尽数的抵御 劲儿神色平静地道 那还真是不好意思了 不过我有本事创出风母文 应该也怪不到 我身上来吧 吕霄面带笑容 摆了摆手 道 能够创出风母文 的确是周元副阁主的本事 他周身散发出来的强大气势 微微收敛 然后他盯着周元 轻笑一声 道 其实我来这里 只是想要问一声 你有没有兴趣 来我火哥担任副阁主 你应该知道 火哥如今是四格之首 未来我若是担任了四格总阁主 火哥阁主的位置 也得腾出来 到时候 或许会落在你的头上 他面带从容笑意 与其漫步惊心 似乎是并不担心周元会拒绝 因为任何人都知晓 风格与火哥间的差距 更何况 他抛出了火哥阁主 这个天大的诱惑 寻常人恐怕根本无法拒绝 周元副阁主觉得怎么样 周元第一时间 的确是惊讶了一下 他倒是没想到 吕霄会用火哥副阁主的位置 来拉拢他 只不过玄机他心中便是一笑 如果他去了火阁 恐怕就得将风母闻的炼制方法 交出来了吧 这吕霄 倒是算盘打得贼金啊 所以最终 他笑着摇了摇头 不怎么样 因为 未来的话 我其实也想竞争四哥总阁主呢 第806章 与吕霄的交锋 当周元最后那句话说出来的时候 即便是吕霄的性子 似乎都是威智了一下 然后他面带微笑地摇摇头 道 看来周元副阁主心气不小 还看不上 我火哥阁主的位置 他显然并没有真的 将周元这句话当真 而是将其当作推剧的借口 毕竟周元捣鼓出了风母闻 的确能够证明 他在原文上面的造诣 但如果说 凭此 就想要去竞争什么四哥总阁主 那简直就是个笑话 周元不置可否 但也没过多地解释什么 周元副阁主 就真不多考虑一下 我火哥的善意吗 吕霄淡笑一声 似是有些玩笑的道 就算不给火哥面子 那也给我几分薄面吧 周元面色不变 心中却是有些腻歪 这吕霄看似态度温和 或许以他的能力 的确是有着一些自傲的本钱 但如果说凭借着这些 就想让他周元那头就败 那也真的是想得有点多 吕霄阁主就不用再说了 你应该也知道 我是西京大人推举 才进入风格担任副阁主 怎可能又去火哥 周元平静地道 然而吕霄文言 却是不在意地道 那又如何 如今山阁的阁主含冤 他曾经也是风格的人 并且为西京大人所看重 但最终不也良情择目而期了吗 若是如今的他 还留在风格 恐怕也难以有如今的成就 周元淡淡地道 这种忘恩负义的事 似乎并不值得拿出来说 吕霄晒然一笑 道 周元副阁主 这种话未免就显得太过的年轻了 这只是识时务而已 玄机他眼皮微锤 语气淡漠了一些 有时候 若是走错了路 就算是再有天赋的天骄 恐怕也会泯然于众人 周元犹如是听不出 他言语深处的那种警告之意 依旧是面无波澜地摇了摇头 吕霄见到周元屡屡拒绝 他那英俊脸庞上的笑容 也是变淡了下来 他双目微眯地道 如果周元副阁主 对我先前的提议没有兴趣的话 其实还有个法子 我的确 对你所创出的风母文 非常感兴趣 这样 我给你一万桂圆宝币 你将风母文的炼制之法 卖给我 当然如果你觉得 你的桂圆宝币足够的话 我甚至 可以为你求来一道上品天元兵 直到此时 他的目的 终归是清晰地暴露了出来 周元文言 则是叹了一口气 道 吕霄阁主 你怕是有些算不清楚账 如今我售卖风母文 每天就能入账数百桂圆宝币 这样下去 一个月时间 我就能赚到近万的桂圆宝币 至于上品天元笔虽说稀罕 但它握有天元笔 只要带得天元笔再觉醒一文 想必就能够踏入这个品阶 所以 吕霄开出的这种条件 看似高昂 实则诚意法法 吕霄诞生道 桂圆宝币是赚不完的 我觉得够用就行了 太过贪心 不算好事 周圆摇摇头 道 那看来是谈不拢了 抱歉 不远送了 吕霄的目光盯着周圆 眼神似是有些危险 然而周圆并不畏惧 神色始终波澜不惊 开什么玩笑 吕霄虽说号称是如今天 冤狱年轻一辈神府尽忠的第一人 但在那混元天神府榜上 他也不过位居第九而已 比他更高排名的五摇 他都不怕 怎么可能会怕了一个第九 毕竟可能暂时打不过 但要说怕 那是不可能的 两人的目光对事半上 最终吕霄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道 既然没谈拢 那可就真是有些遗憾 不过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理智地想通 他伸出手掌 拍了拍周圆的肩膀 年轻人不要太冲动 如果你的想法有改变 可以随时来火哥找我 声音落下 他的身影微微波动 便是直接凭空消失而去 周圆望着 吕霄身影消失的地方 眼目中略过一丝惊讶 这身法倒是相当的玄妙 这家伙能够在神父榜上高居地久 也的确不是省油灯 也不知道跟隐仙术比起来如何 周圆心中自语 隐仙术自然是 苍玄宗雪莲峰的那一道身法原术 当初李清禅凭借着此术 可是令得他头疼了许久 不过身法问题 倒的确 是我如今的一个缺陷 待得阁主之争放下后 也该修行一下隐仙术了 周圆目光微闪 今日见识了吕霄的身法原术 倒是令得他将隐仙术提上心来 不然以后与吕霄有交手的话 凭借他那话虚数 恐怕要吃亏 他此次拒绝了吕霄 后者最后的言语深处 已是暗含了一些威胁 想必对方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 不过 想要他交出封母闻的炼制之法 那也简直就是在做梦 周圆冷笑一声 希望那吕霄也放聪明一些吧 封母闻虽说削弱了他们火哥的收入 但真要说起来 也只能说是有些肉痛 却不算伤筋动骨 可如果真的 把他逼急了 将火母闻 林母闻 山母闻也给搞了出来 那火哥这摊生意 就真的是要直接崩盘了 风玉出口的悬空石台上 吕霄的身影闪现出来 那等待与此的陈北风健壮 立即面色恭敬地迎了上去 阁主 那周圆怎么说 陈北风问道 显然他是知晓 吕霄出现在风玉的目的 吕霄英俊的面旁 在此时有些阴郁 但很快他就收敛了起来 淡淡地道 他拒绝了 陈北风闻言顿时一惊 咬牙道 这小子真是狗胆包天 这家伙 竟然连吕霄亲自出面 都敢薄其颜面 简直是狂妄到没边了 在这四格中 他还真没见到 有赶不给吕霄面子的人 这种有点本事的人 终归是自傲的 吕霄面无表情 只是那嘴角 却是忍不住的 滑起一抹淡淡的讥讽 他其实最开始所说的 火阁阁主之位 那也不过是个诱饵罢了 那周圆就算来了风格 也顶多就混一个副阁主 至于火阁阁主之位 但是周圆竟然对火阁阁主的位置 无动于衷 那怎么办 陈北风有些焦急地道 如果任由周圆掌控风母文的话 那对于他在风格的威望 是不小的打击 吕霄眼中略过一抹冰寒之意 道 既然这位敬酒不吃 那也就怪不得我了 陈北风 陈北风立即应道 距离风格阁主之争 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此次你务必要夺得风格阁主之位 只要你上了位 便可以大意地名义 让那周圆上交风母文炼制之法 其实这本就是应有之意 这种重力之物 他一人难以想尽 若是独占 必然惹人非议 毕竟就如补衡文在我火阁 其实也只是造福于火阁成员 只是到时候 你得到风母文炼制之法 可暗中泄露出来 另外再找人暗中散播流言 说那周圆不满上交炼制之法 故意泄露 如此一来 恐怕他在风格也将无力足之地 听得吕霄那漫不经心的话 陈北风却是感觉到背心一阵冷汗 只是因为这番手段 实在是太狠了 这简直是让那周圆万劫不复 不过很快 他便是兴奋起来 毫不犹豫地点头 道 阁主高明 那周圆得罪了吕霄 真的是做得最蠢的事 吕霄随意地摆了摆手 道 既然给了脸不要 那我就只能让他一垮到底了 希望在阁主之争前 这位副阁主能够想明白 主动来低头 或许还能保全一下 若他还是这般态度 他摇了摇头 似是倾笑一声 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直接卖腿 踏出了风雨 有人要找死 也真怪不得他屡消不容忍 第807章 大争前夕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风母文在风格的销量持续走高 乃至于每日都出现断货的情况 而反观补衡文 却是在风格渐渐地销声匿迹 再也无人问津 毕竟在同等价格 功效却是翻了一倍的情况下 补衡文简直是被风母文 按在地上抱锤 毫无反抗之力 风母文在风格的畅销 也是令得周圆的声望为之暴涨 凡是体验过风母文效率的风格之人 皆是对周圆怀着一种感激之情 因为他们很清楚 风母文的出现 为他们节省了多少的时间 如果三年下去 恐怕风格内能够将风凌文凝炼完整的人 数量将会大幅度地上涨 这是很多人来到四格的最终目标 所以说 风母文的诞生 虽说不会达到感恩戴德这份上 毕竟这不是免费赠送 他们也是付出了龟原宝币来购买 但对于以往而言 现在的风格成员 对周圆有了真正的认同 不会再因为他这空降的身份就有什么排斥 在这种情况下 周圆在风格的声望 自然是一日高过一日 而与周圆的如日中天相比 陈北风的日子就难过了许多 因为周圆 叶冰林始终卡着的原因 他这边的人始终难以购买到风母文 对于原因 他们当然心知肚明 这是周圆对他们之前所谓的报复 但陈北风却对此毫无办法 只能咬牙忍受 可他能忍受 那些支持他的人 却是渐渐地有些忍不了了 毕竟他们已经开始感觉到 其他人凭借着风母文 渐渐地再风凌文的完成度上反超他们 他们之前会支持陈北风 只是因为陈北风是强 跟着他会有好处 可如今风母文一出 几乎是将陈北风打得狼狈不堪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他们在风格内 恐怕会渐渐地沦为末尾 这显然是不可能接受的 于是 在接下来的这些时间 那些原本支持陈北风的风格成员 也是开始罢工而去 一时间 陈北风在风格的声势 可谓是遗落千丈 不过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 陈北风却反常地没有进行任何的反击 反而是诡异地演气息鼓下来 连平常时候的露面都是变得极少起来 但对于他的这种低调 周元不仅没有放松 反而是更为地谨慎起来 因为他知晓 陈北风不是那种会心甘情愿认输的人 所以他如今的沉寂 必然是在酝酿着极大的风暴 而那种风暴在何时爆发 周元只是稍微一想 便是猜测明白 那必然是近在咫尺的风格格主之争 一旦成为了风格格格主 那么陈北风就不必再受到他与叶冰林的撤走 反而能够对他们两人发布命令 那个时候 他们一旦不听从 那么陈北风甚至可以撤销他们两人副格主的职位 显然 陈北风将最后的翻盘机会放到了此处 而在知晓了陈北风的打算后 周元也是开始放缓了风母文的炼制 接而将更多的时间 同样是投注于风域的修炼之中 因为他同样很清楚 他的目标所在 那就是风格格格主之位 只有取得了这个位置 他才能够继续更大的野心 夺得总格主之位 参加九玉大会 将祖龙灯弄到手 而风母文 只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的一些小手段而已 时间流逝 不知不觉 已是半个月过去 风域 一座孤峰上 周元盘坐 他手掌一抓 满满一把的龟元宝壁出现在手中 血气涌动间 便是将其尽数地点燃 龟元宝壁化为烟雾生腾而起 高空之上的风层 顿时激烈地动荡起来 最后有着黄暴的乌笑声响起 只见得一股巨型的青涩风暴 如怒龙般的咆哮而下 直指周元 声势惊人 不过周元看了一眼 神色却是颇为的平淡 因为这大半个月下来 他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毕竟现在的他 每次来风域修炼 不烧个两三百龟元宝壁 简直就是心中不舒坦 悟悟 青涩风暴呼啸而下 直接是狠狠地撞击在周元的身躯上 周围的地面上 顿时被撕裂出万千痕迹 周元的胸膛处 有着一道圆纹漩涡成形 那是风母纹 刚风略过身躯 虽然带起一缕缕的血丝 但其中所蕴含的圆痕 却是如飞鸟投铃一般的 涌入其胸膛处的圆纹漩涡之中 这股巨型风暴 足足持续了将近一个时辰的时间 最后方才缓缓地消散而去 风暴散去 留下满身鲜血的周元 不过那些伤势看上去可怕 但随着太乙轻木痕的运转 一道道猙獰的伤痕 则是迅速地被修复 周元没有理会身躯上的伤痕 而是带着一丝迫切地 望着手背之上 只见得那里 清光萦绕 一道青色圆纹若隐若现 伴随着诸多青色光点 源源不断地汇聚而来 那道圆纹 也是开始变得愈发地完整 当最后一颗青色光点挥入后 那道青色 圆纹猛地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那一瞬间 周元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的身躯 仿佛都是变得清零起来 仿佛有着一股凌风 萦绕在他的体内 令得他即便不运转元气 身躯都是能够悬浮于空 感受着体内的变化 周元眼中 有着掩饰不住的狂喜之色涌出来 因为在这阁主之争的前夕 他终于是江峰灵纹 凝炼完整 而为此 周元不知道付出了多少的归原宝币 毕竟越是凝炼到后面 所需要的归原宝币也就越多 如果不是他仗着风母纹的销售 能够为所欲为 恐怕即便是他有着混沌神魔 为其恢复神魂 恐怕也不可能做到两个月的时间 凝炼出一道完整的风灵纹 不过好在的是 皇天不负有心人 一切的付出 都是在此时 获得了心满意足的回报 守备的原文光芒 在持续了半赏后 渐渐地散去 周元欢喜地仰天长笑一声 然后身形一动 化为一道流光冲天而起 对着风玉出口的方向 急迟而去 半炙香后 周元的身影落到了出口的悬空石台处 来往的风格成员见到周元 皆是面色恭敬的行李 那种待遇 可不是前些时候 周元刚来风格时能够享受到的 周元回忆微笑 目光一抬 却是在那出口的地方 见到了一道散发着寒气的冷艳倩影 正是夜冰凌 而当夜冰凌美眸看见周元时 那种巨人千里的寒霜 顿时溶解了许多 冷艳脸颊上 甚至流露出一丝浅笑 上前轻声道 秋水说 为了明日的阁主之争 他已经在风影楼开了雅间 要为我们加油助威 周元闻言 也是一笑 道 也好 大战之前稍稍放松一下 两人说着 就对着出口走去 不过没走出几步 周元便是敏锐地察觉到 一道破空声自后方响起 紧接着一道气势凶悍的元气波动涌现 周围的一些声音 顿时变得寂静了许多 周元目光一扫 眉头微调 因为那来人 正是陈北风 据说这家伙 最近几乎也是在风雨疯狂苦修 此时的陈北风 面无表情 浑身散发着一种 生人物尽的冷冽 他落在石台上 也是看见了周元与叶冰凌 双方的视线对碰 空气中有着火光闪现 不过陈北风最终只是冷笑一声 迈不上前 在与周元 叶冰凌查身而过的时候 方才脚步一顿 淡淡地道 抓紧最后的时间高兴吧 否则明日之后 你们所做的一切 都要被打回原形了 他的目光 有些怜悯地看了周元一眼 因为他知道 周元至今没有去找吕霄 那么想必之后 吕霄也不会再对他 有丝毫的留情了 这个蠢货 恐怕还不知晓 得罪吕霄的后果吧 想必这大半个月以来 周元都是沉浸在那种 重心捧月之中吧 哼 也罢 等到明天后 他会发现 这一切 都不过只是 为他陈北风做的嫁衣而已 真不知道那个时候 这小子还能否笑得出来 心中涌起一抹畅快之意 陈北风嘴角掀起一抹 不屑与轻面 然后脉步踏出光幕 消失不见 那一幕 可真是太让人期待了 第808章 阁主之争 当一日天光照耀大地时 风倒便是爆发出了沸腾之声 今日的风格 算得上是四格焦点所在 当然其原因肯定不是因为 风格有多瞩目 只是单纯的因为 今日的风格 将会进行阁主之争 而这种事 不论是放在哪一格 都算是最为盛大的事情 而且据说此次的风格 阁主之争 连西京大人都会亲自出席 规格不可谓不高 所以当消息传出时 不仅其他三格 皆是汇聚于风岛 就连天渊洞天 其他浮空岛上 都是有着无数人涌向风岛 这无疑是令得如今 在四格中培居莫座的风格 在今日罕见地成为了 天渊洞天的一处热点所在 风岛西北处 一座巨大的湖泊 如明镜般点缀于地面上 湖泊中央 漂浮着一座大型的青石广场 而广场外的湖面上 有着无数光秃突如巨人手指般的石柱 破水而出 而如今 这些石柱上 皆是落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人声鼎沸 风格格主之位空悬多年 没想到今日终于是要开始竞选了 如今的风格 可是大不如以往啊 现在连副格主都只有三位 而反观其他三格 副格主就没少于五位的 是啊 所以此次风格格主之位 应该是要从那三位副格主中竞选出来 想必是陈北风胜出 他是风格资格最老的副格主了 实力极强 叶冰龄比起他 恐怕都要落一线 那个周元呢 嗨 一个新来的副格主而已 实力才只是神府进中期 据说是 西京大人直接下令 将其空降而去的 西京大人这一手 倒是让人有些看不懂了 难不成他 也是对风格没啥指望了 据说那陈北风可是天灵宗的人了 如果此次被他夺得格主之位 那西京大人岂不是连这风格也要丢掉了 诸多的窃窃私语声在暗中的响起 他们的目光打亮着风格成员 最前方的那三道身影 眼神中皆是带着一些惋惜 而此时除了风格的人 竞数齐聚于此外 在另外的方向 其他三格的人也是竞数到齐 火格所在的位置 吕霄的身影立于最前方 面旁英俊 身子挺拔 气势不凡 倒是吸引了不少年轻娇美女子的好奇的目光 对于这位在天渊玉年轻一辈的大名 天渊洞天内显然是无人不知 而此时的吕霄 那一对微赤的眼眸 远远地望着风格最前方的周元 他神色淡漠 让人看不出他心中喜怒 就是那个小子创出来的风母文吗 忽然身旁 有着声音传来 吕霄目光一转 只见得一名身穿玄黑衣衫的男子 来到了他的身旁 后者五官倒是普通 脸庞上时刻带着和须的笑意 让人生出清静之意 然而吕霄知晓 这一切都只是假象罢了 能够成为山阁阁主的人 又怎会是好相遇的 没错 此人正是山阁阁主 韩渊 韩渊原本也是风格的人 并且深受西京大人重视 但后来被玄金族出手挖去了山阁 担任了山阁阁主 而在如今的天渊狱中 天灵宗 玄金族 白族算是盟友 所以 吕霄与韩渊倒也是有些交紧 于是吕霄微微点头 诞生到 一个很有想法的小子 我去亲自拉拢了一下 没想到还被拒了 连你吕霄的面子都不给 这么狂的吗 韩渊有些惊讶地笑道 毕竟是西京大人看好的人 吕霄漫不经心地道 提起西京 韩渊的面色有点不自然 不过想法太多 没有本事支撑 那也不是什么好事 他太清楚吕霄的性格了 既然那位周元不给他面子 那么想必这位也就不会再客气了 吕霄淡笑一声 道 今日后他再回想起来的话 应该会后悔吧 不过可惜 这个世界上 哪有什么后悔要可吃 只能说是自作自受 韩渊文言 便是知晓了吕霄的打算 当即双目微眯地 看了一眼远处风格 最前方的三道身影 重点关注了一下陈北风 轻笑道 你们这是真不打算 给西津大人留点面子了吗 如今四格 风格还处于西津的手中 可若是今日陈北风 取得了风格格主的位置 那么 西津就要一格不胜了 虽说对于那种层面的存在来说 一个风格并不算什么重要的力量 但终归是代表着 未来的新鲜血液 若是不将之握在手中的话 长远来看 难免会有所损失 吕霄平静地道 上面的博弈 我一个神府尽哪看的明白 反正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寒冤怂怂间 他同样也只是棋子而已 上面怎么说 他就只能怎么做 风格所在的位置 庞大的人群 精卫分明地分为三个群体 一方是支持周元 叶冰龄 一方是支持陈北风 而那第三方人数最多 那是属于中立派 原本陈北风那边的声势 肯定要比周元 叶冰龄这边更强 但经过之前封武文的时候 双方的声势 却是出现了逆转般的变化 从声势规模来看 反而是周元他们这边占据优势 叶士简 加油 一秋水对着叶冰龄握紧小拳头 看得出来 他那温婉的漂亮鹅蛋脸 夹上此时也是有些紧张之色 那是因为一秋水很清楚 今日这场阁主之争代表着什么 如果陈北风取胜的话 他们之前的一切努力 都有可能化为乌有 其他人也是纷纷为叶冰龄打气 虽说如今周元在风格声势越来越强 但其他人几乎包括一秋水 其实都还是将抗衡陈北风的希望 放在叶冰龄的身上 毕竟在他们看来 周元的进步虽然神速 但与陈北风 叶冰龄两人相比 应该还是欠缺了一些火候 叶冰龄今日身穿白色的练功服 勾勒着纤细腰肢与修长的双腿 显得脚尖动人 他倾手轻点 然后美目望着一旁的周元 郑重地道 我先去跟他斗一场 如果到时候 我不是他的对手 那我会尽可能地以伤换伤 为你争取更好的条件 周元文言 连忙道 尽力就好 不必那么惨烈 叶冰龄白了他一眼 道 我只是说万一 这一个月来 借助着你的风母闻 我的实力也是精进了不少 不一定就对付不了他 只不过到时候 我如果取胜的话 这风格格主之位 可就是我的了 你可别眼红 当然如果你 实在不甘心的话 等你能打赢我的时候 我也可以把位置让给你 他随意地说着 眼光却是瞟着周元 周元嘴角微微一抽 旋即忍不住地笑了笑 他听得出来 叶冰龄言语深处 隐藏的那种安慰之意 似乎是生怕到时候 他夺了风格格主之位 他这里会有些想不开 到时候导致双方关系变差 好好 叶师姐你就放心去吧 周元点点头 然后看了一眼 不远处的陈北风 双目微眯 陈寅道 不过你要小心一些 这段时间 恐怕陈北风 也有不小的精进 如果陈北风 真是打算 今日做了结的话 必然会有准备 而且 他的目光 看了一眼 火格方向吕霄的身影 这位自从上次碰面后 便是再没有什么动静 但周元却不相信 对方真就直接选择了放弃 而无疑 今日这场格主之争 对于吕霄而言 也是绝好的机会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忽然这天地间的元气沸腾起来 然后无数人都是见到 在那湖泊中 最为高耸的两处石柱上 两道流光从天而降 然后身影显露而出 当那两道身影显露时 整个天地间 无数人皆是哗然大惊 因为他们发现 除了西京大人之外 那另外一道散发着 滔天威严的身影 赫然是天灵宗的宗主 玄坤 这一场风格格主之争 居然能够引来两位 天渊于最大的大老降临 无数人神色敬畏 恭迎声响彻天地 拜见西京大人 拜见玄坤宗主 第809章 目榴 天灵宗宗主 玄坤 当那天地间 响起无数精华声时 周元也是眼神 有些惊奇的望向 不远处那座石柱上 只见到那里 一道身影 副手而立 那是一名身躯瘦弱的老者 老者身穿月白色的大袍 袍服上面 似是鸣刻着层层云纹 云纹下 似是巨兽之木张望 显得格外的神秘 他的面庞 平静如幽坛 那对眼目 宛如深渊 深不可测 他仅仅只是站在那里 周身并没有任何元气波动散发 可仿佛整个天地 都是屈居于旗下 嗯 那的确是玄坤宗主 在其身旁 叶冰林低声道 你可莫看他身躯老朽瘦弱 但玄坤宗主 闻名于混元天的 却是他那近乎入圣般的超强肉身 举手投足 可烈乾坤 周元眼中略过金色 被惊到了 他显然是真没想到 这位看起来干枯瘦弱的老者 竟然肉身如此的恐怖 玄坤宗主的万坤法御 可花万千神坤 一旦神坤纳入体内 那种力量 可搬动一座大陆 周元头皮发麻 搬动一座大陆 那是什么恐怖力量 难怪藏原师父一失踪 吸睛师姐就有些压制不住天灵宗了 这老家伙 简直就是战斗力爆炸啊 心中感叹着 周元的目光 又是看玄坤一旁的石柱上 那里一道修长倩影俏丽 酒红色的旗间短发 随风轻阳 有着说不出的英姿飒爽 隐得天地间 无数年轻女子 眼中闪烁着星光 崇拜无比 那自然便是西京 五大元老 今日竟然是来了两位 这般规格 不可谓不高 而在那万众恭迎声中 西京与玄坤宗主轻轻点头 而后西京那清澈的声音响起 不必多礼 他的眸子投向了风格所在 然后目光在周元的身上一掠而过 道 今日风格开启空置多年的阁主之争 还望你等全力施围 莫要让人失望 所有风格弟子 皆是恭敬应试 西京袖袍一挥 天地元气汇聚而来 在他与玄坤宗主身后形成了宝座 他伸手一引 但笑道 没想到玄坤宗主 竟会对风格的阁主之争如此上心 还能亲自前来 玄坤宗主在宝座上坐下 慢悠悠地道 闲来无事 来看看这些小辈 也是一场乐事 西京闻言 心中却是一声冷笑 这老家伙此次前来 恐怕是担心他 一旦输了 找借口否认今日的阁主之争吧 毕竟这天灵踪迹于风格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当初师父在的时候 玄坤宗主可没如今这么热心呢 西京道 玄坤宗主笑道 苍渊大尊在的话 足以横压当事 万般事务 皆在他掌控之间 哪里需要老夫多手多脚 如今大尊离去 为了不使天渊欲出乱子 老夫也只能多管闲事 不然万一哪天大尊归来 老夫可不好交代 说到此处 他忽然一顿 道 不知道 西京元老最近可有得到大尊的什么消息 西京神色不起波澜 道 师父他老人家神出鬼没的 该归来时 自然就归来了 玄坤笑了笑 没有再多说 那一对如深渊般的眼目 令人看不出丝毫心中所想 而此时 随着西京与玄坤宗主两位巨头的道场 风格阁主之争 也是在那万众瞩目间拉开序幕 无数道目光 都是在此时汇聚向了陈北风与叶冰林 而至于周元 虽说是副阁主 但一时间 却是关注度寥寥 想来都不觉得 今日这阁主之争 跟周元会有什么关系 陈北风享受着那种瞩目的感觉 旋即他偏过头 冲着周元与叶冰林露出一抹冷笑 脚掌猛然一躲 哄 脚下的石柱崩裂开刀到裂痕 而他的身影则是暴射而出 重重地落在了湖泊中央漂浮的那座青石广场上 凶悍的力量 令得湖面上都是绽放出水波涟漪 风格附阁主 陈北风 陈北风抱贺如雷 眼神如刀般地锁定向叶冰林 道 再此请赐教 叶冰林翘脸冰寒 郊区同样是积虑而出 落在了青石广场上 声音冷彻 风格附阁主 叶冰林 当这两人出现在湖面上的广场上时 这天地间的气氛 顿时就变得火热起来 无数道目光饶有兴致地 汇聚于两人身上 因为 在在场的人看来 今日这场阁主之争 主要就看的是场上这两人 在不远处的方向 有着大批人影汇聚 他们是属于林阁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林阁跟风格关系更近一些 因为西京与牧族 同样是算是某种联盟 用以抗衡天灵宗 玄金族 白族 而此时 在林阁主人的最前方 数道身影 也是盯着场中的陈北风 与叶冰林 老大 你说这封阁阁主会 落到谁手里啊 如果是陈北风的话 那对西京大人 岂不是很不妙 一名身躯魁梧的男子 生如闷雷 说着话时 口莫见舍 如雪花飘舞 在魁梧男子的面前 是一名面容清俊的青年 青年身躯挺拔 一身青衫一尘不染 整个人透着一种 难以言明的干净之感 而此时 青年望着魁梧男子说话时 落在他衣衫上的水渍 眼角微微地抽了抽 然后强忍着当场换衣服的冲动 露出笑容温和的道 蛮子 我听得见你说话 所以你不用离我这么近 哦 不过如果风格格主是 陈北风的话 那以后咱们灵格 岂不是要对付三家了 咱们怕是打不过呀 那被称为蛮子的魁梧男子 点点头 说话间 又是有着几滴水墨 建设到青年肩膀上 青年浑身都是一斗 那魁梧男子总算是发现 当即露出憨厚的笑容 道 不好意思啊老大 我帮你查查 他连忙伸出黑乎乎的大手 对着青年肩膀上查去 望着那伸过来的黑色大手 青俊青年额头上轻惊一跳 终于是忍耐不住了 一脚如电光般的甩出 在那黑手落下之前 直接一脚 就将魁梧男子 踹到了湖泊中 你个混蛋 都跟你说一万遍了 说话就说话 不要对着我吐口水 你想气死了 然后继承我的阁主位置是不是 青年气急败坏地道 周围众多灵格成员健壮 都是忍不住地憋着笑 不敢显露 因为眼前的青年 正是他们灵格的阁主 木柳 在木柳的身旁 一名淡绿长裙的少女 则是不加掩饰的扑斥一笑 她容貌清美 腰枝如柳条一般的纤细 气质淡雅 她名为木清烟 乃是灵格的二号人物 先前被青年一脚踢下去的 魁梧男子 则是灵格的三号人物 名为蒋蛮 灵格所有人的人都知道 他们这位阁主 平日里风轻云淡 即便是面对着火阁的吕霄 他都丝毫不惧 但唯一的缺陷 就是超级洁癖 不能容忍 身上有丝毫不干净的地方 一旦惹上他这一点 他那素来极好的修养 就直接破功 跳脚大骂 宛如泼妇 木清烟望着黑着脸 拿出手帕 狠狠插着衣服的木柳 笑道 那你觉得他们 谁能赢 木柳在将衣服清理了一遍后 神情倒是再度恢复了 平常的从容清淡 他目光看了一眼 场中的陈北风与叶冰零 半晌后 却是微皱了下眉头 目光缓缓地转向了 风格最前方周园的身影 他沉吟了一下 我怎么感觉 那个家伙有点危险啊 木清烟微正 眉目也是转向了周园 有些玩味地道 那个风格新来的副阁主 神府尽忠妻 你确定 这次的感觉没出错 他知道 木柳因为某些缘故 对于危险的气息 感知极为的敏锐 但这一次 真的没搞错吗 木柳一本正经地道 那家伙虽然看上去温和如兔子 人畜无害 但浑身散发着阴险的气息 肯定没少做 伴猪吃老虎的事 这种人最为的狡诈 不能以显露的表面来衡量 旋即他又耸耸肩 感觉是这样告诉我的 至于有没有出错 那就不晓得了 反正看着吧 如果我感觉没出错的话 今天他必然会出手的 因为 他望着湖泊中心 那广场上的两道对峙身影 我一叹了一口气 叶冰林不是陈北风的对手 第810章 八成 湖泊中央漂浮的广场上 两道身影 在那无数道火热目光注视中对峙 陈北风面色阴异地 冷笑道 叶冰林 你们今日没有机会的 他双手缓缓握拢 有着深黄色的磅礴元气 自他的体内升腾起来 那元气直冲天际 宛如是化为黄色风暴 呼啸之间 有着刺耳的乌笑声传出 引得人神魂有些动摇 七品元气 迷神黄风气 同时元气还在他的身后 形成了三道神府光环 散发着淡淡的九彩之光 吞吐着天地元气 陈北风元气一涌动 便是有着强横的元气 威压弥漫开来 引得在场不少人 眼神都是威宁 七品元气 神府境后期 夏九府 常人能够拥有其一 便是能够在同层次中 具备一些优势 而如今 三者居于一身 足以让得陈北风 踏入神府境中的一流层次 傲视天下无数神府境 当陈北风元气涌动 呼啸天际形成威压时 叶冰林也是翘脸凝重 雪白元气自他体内喷泊而出 宛如在其头顶上空 形成了层层如浪潮般的寒云 天地间的温度骤降 七品元气 海鸣寒气 三道散发着淡淡九彩光芒的神府光环 自其身后凝聚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叶冰林似乎都并不比陈北风弱 两人的目光对碰到一起 空气中似有火花见舍 嗡 陈北风嘴角擒着一抹冷笑 率先出手 只见得他食指连弹 虚空顿时荡漾出涟漪波动 天空上 万千道黄色的锋刃 凭空成形 顿时撕裂虚空 铺天盖地地对着夜冰林笼罩而去 夜冰林头顶上 那层层元气所花的寒云 也是开始蠕动 猛地喷发出无数雪花 每一枚雪花都是凝聚着极寒之气 与那万千锋刃相碰 碰 碰 两股强悍的元气对碰在一起 顿时爆发出低沉巨响 令得那虚空不断地震荡 而锋刃与雪花 也是不断地互相破碎 刷 当锋刃与雪花还在对碰时 陈北风的身影却是化为一道模糊的光影暴射而出 他手掌一抓 磅礴元气汇聚而来 竟是化为了一柄深黄色的巨大锋刃 锋刃之上缠绕着高速旋转的风 所过之处连虚空都被割裂开来 陈北风的身影宛如鬼魅般地出现在了夜冰林上方 手中巨大锋刃直接狠狠地批斩下来 霓神大锋刃 那一道锋刃斩下 发出尖锐的音波 音波拥有着干扰神魂的力量 一旦中招 神魂恍惚间 便是会被那锋刃一掌为二 不过身为陈北风的老对手 夜冰林却是对他的手段极其地了解 体内元气涌动间 直接是屏蔽了音波 然后他狱卒猛的一座地面 顿时磅礴元气涌动 一座由冰寒元气所化的寒冰墙壁 轰然一声从他面前升腾而起 当 巨大的锋刃斩在寒冰墙壁上 发出巨声 冲击波四虐间 冰墙上顿时有着无数裂痕蔓延出来 最后化为无数碎片暴射而开 咻 夜冰林纤细地身影暴射而出 脚尖点过一些碎片 御手间出现了一柄寒冰长枪 直接就化为残影 裹挟着磅礴雄浑的元气 对着那陈北风笼罩而去 而枪影呼啸 元气映照间 无数元气星辰闪耀 那般数量 怕是超过了千万层次 如此声势 不可谓不惊人 哼 陈北风健壮 一声冷哼 手掌紧握巨大锋刃 也是挥舞出万千刀光 磅礴元气呼啸间 同样是映照出无数元气星辰 丝毫不逊色于夜冰林 当当当 半空之上 两道身影如鬼魅般的不断交错 短短不过数时期间 已是交手数百回合 激烈的对碰 掀起了阵阵元气风暴 引起无数惊叹之声 周元望着半空中两道交锋的身影 眼神微宁 从他的感知来看 夜冰林与陈北风的元气底蕴 恐怕都是达到了 一千三百万元气星辰的层次 只是似乎陈北风要稍微更强一些 不过不论如何 这比起 他如今的一千一百万 的确是要强横一些 不过 那陈北风 恐怕还留有余力 这就是副阁主的实力吗 果然不是金腾 那些统领可以相比的啊 周元 夜师姐能赢吗 依秋水紧张地问道 周元沉吟了一下 道 从眼下来看 相差不多 如果要分个高低的话 可能就要看双方 对于风铃文的凝炼程度了 依秋水脸颊上 有着一抹喜色浮现 道 这一个月来 夜师姐借助着你提供的风铃文 如今风铃文 已经达到七成的完整程度了 这肯定比陈北风强 要知道 以往一年多的时间 夜宾林与陈北风 都只是将风铃文 提升到五成完整度 可如今前者一个月的时间 就提升了两成 这种速度 显然将会超越陈北风 不过 周元却并没有他这么乐观 只是盯着场中陈北风的身影 夜宾林这一个月的提升的确不小 但他却知道 陈北风不可能毫无准备的 在两人在说话的时候 场中的激战 忽然有所变化 夜宾林守备之上 有着清光绽放出来 一道完成度颇高的风铃文 渐渐地浮现出来 显然 他也是明白 如果不借助着风铃文的力量 他今日不可能胜得了陈北风 伴随着那道风铃文的出现 那自夜宾林体内 爆发出来的元气波动 直接是开始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节节攀升 短短数息 那种元气底蕴 便是攀至1400多万 而夜宾林的这般变化 也是引起了天地间 诸多的惊呼声 上品天元朔 天联兵御长 夜宾林的速度 也是在此时暴涨 一个闪烁 便是宛如瞬移一般地 出现在了陈北风前方 御守拍出 那一瞬间 磅礴冰寒元气汇聚 直接是形成了一道 百丈左右的白玉之掌 而白玉长心间 有着莲花光纹 散发着玄妙之力 此时的夜宾林 宝香庄严 白玉光长呼啸 一掌就对着陈北风 气势汹汹地狠狠拍下 夜宾林这一掌 可谓是酝酿许久 声势惊人 滔天寒气笼罩而来 陈北风望着夜宾林 这清尽全力的攻势 嘴角却是有着 一抹诡异弧度掀起 夜宾林 这就是你的底气所在吗 七成完成度的风铃文 还真是不赖呢 不过 莫非你就真的以为 我以前风铃文的完成度 只是跟你一样的 处于五成阶段吗 夜宾林听到此话 翘脸不由地微微一变 心中有着不安生气 但那掌风 却是更为的凶悍 陈北风毫不在意 那笼罩而下的冰寒御长 道 以前不想暴露 只是因为一旦暴露 恐怕风隔阁主之争 始终难以开启 不过现在 却是没这个担忧了 他的手背上 有着清光浮现出来 与此同时 在他手臂血肉中 竟然也是出现了 诸多的青色光点 这些光点迅速地 对着手背处汇聚 那一道残缺的光纹 则是开始变得越来越明亮 风铃纹的完成度 在此时急速地提升 五成 六成 七成 眨眼间 那风铃纹的完成度 便是追上了夜冰凌的七成 而且 最让的人震惊的是 还不断地有着光点汇聚而来 那些光点 皆是风铃纹原痕 只不过以往被陈北风 以某种手段封印在体内 随着越来越多的原痕 光点汇聚 最终 陈北风手背上的风铃纹完成度 达到了八成 哗 天地间 有着无数骇然声响起 谁都没想到 陈北风竟然隐藏得这么深 他的风铃纹 赫然是达到八成完成度 与此同时 那自陈北风体内 弥漫出来的元气底蕴 也是开始在此刻急速暴涨 元气在其身后映照虚空 折射出无数元气星辰 粗略看去 竟然已是突破至 1500万的恐怖之数 显然此时此刻 陈北风终于是将自身的实力 彻彻底底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 而当那1500万元气星辰 映照虚空时 伊丘水 柳之旋等 一众支持夜兵林的人 皆是面色变得苍白起来 反观陈北风那边的支持者 却是欢呼出声 更多的中立派 则是暗暗叹息 看来 今日这阁主之争 结果已定